中间风很大的 车是停在那个小区楼下 然后就上去送快递了嘛 下楼的话 发现他的车停在那个地方不见了 发现他那个车跑到人家车旁边去了 后来我们就调了监控 发现那车真的被风吹的 吹跑了 拆了个弯 刚好撞人家车上去了 我觉得可能是没拉手 他自己也记不得了嘛 然后就打电话问了人家嘛 然后他刚好就住在那栋楼的楼上嘛 后来人家下来 下午的时候就去给人补漆嘛 快离远的话 每天就有三块钱的那个保险嘛 后来的话就给他扣了保险 大概也就七百块钱嘛 感觉真的很无辜的 但是不管是谁的责任嘛 就是我们的车啊 该给修还是得给修 虽然不是我们有意 我觉得那就是停车的时候嘛 不管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只要你停车了 把那个手刹给拉起来 这个可能会好一点